嗨大家好我是Denn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Sylv with Denny 今天呢我收到了我的Colourpop的東西 然後我發現說我已經很久很久很久沒有買Colourpop了 我上次買Colourpop 我應該有拍成開箱吧 如果我有拍成開箱的話 我會把影片先在這邊點開來看 那這隻Colourpop呢為什麼會下手 那是因為Colourpop大大折 真的超級無敵便宜的 下沙好像六折之外呢 你只要買五十元 他又會再送你一整盤的眼影盤 那時候我跟美根跟明我們三個人就很快就湊了五十元的單 然後就這樣送出去了 結果這麼快就收到了 我知道說很多人這一次定的Colourpop都很晚很晚到 可是我跟你講我這一個我是在聖誕節當天定的 然後現在是一月中 所以不到一個月就到了耶 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我其實有點嚇到 就是I'm not complaining 這一次呢我買的東西跟我以往買的東西稍微不太一樣 所以我趁這個機會跟你們分享 然後呢我其實已經就是已經打開來 偷偷用在我的臉上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橘色的眼影啊 然後中間這個就是亮粉啊 然後我現在新的highlight 都是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 你如果是第一次買Colourpop的話 他們家的包裝always非常的可愛 這一支是一個baby pink跟一個baby的那個薄荷綠 然後一種很可愛的就是亮晶晶的感覺 非常的可愛 然後他們家的包裝很完整 都會有海綿啊 然後又有在泡泡綿啊等等的 這一次我特別想要買的東西有兩樣 其中一樣的就是他們家的乾粉眼影 然後我買了兩個顏色 其中這個顏色呢叫做Cannonball 然後也就是我眼睛上面這個 很漂亮很漂亮的沉穩的橘色 因為我一直想要買沉穩的橘色 我也有很多就是淺橘色啊 這種水泥桃橘啊 可是我沒有那種茂骨的那種橘色 你知道嗎就是橘色 所以呢我這一次就買了這個顏色 它真的好好看 他們家單顆眼影呢真的很便宜 然後它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顏色呢真的超級無敵的好看 然後橘色真的是一個很實用的顏色 我覺得很多品牌他們就是 推出很多紅色啊 風紅啊 咖啡色 可是往往橘色都是被忘記的那個顏色 然後它是一個霧面的橘色 那它其實有別於就是眼影 它其實在官網的時候 它是被叫做pigment 也就是顏料粉 就是他們最原始就是它色料的感覺 所以呢我在想它是不是比起就是眼影 你可能少了更多黏著劑啊 更多就是 呃 就是不同的就是亮粉啊成分 所以我其實不是很清楚他們之間 不同的地方是什麼 你們如果知道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再來呢我買了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呢叫做 now and then 我不知道說我當初為什麼會想要買這個顏色 可是說到就是本人覺得它真的超級無敵美麗的 白色可是它是帶黃色的偏光 他們家的乾粉啊質地算是 我覺得它算是中等吧 不會說特別的硬 我覺得是介於中間 oh my god 好漂亮啊 它真的是一個偏光的香檳色 因為從就是直接從就是眼影上面看 你覺得它是白的 但是其實你塗在肌膚上面 它是一個香檳 淺淺的香檳精的顏色 然後呢這個很適合拿來打亮啊 或者是畫像眼睛 你最高的地方可能會喜歡打 像是說這種Halo的感覺也很適合 再來呢這個真的太可愛了 這個是我第一次買他們家的乾粉打亮 然後你看它打開來是這個樣子 啊 so cute 它是那種Tiffany綠的感覺 然後它包裝全部都是做 這應該是銀色燙金吧 它包裝很精緻 然後真的太可愛了 這樣打開來 這就是我這次買的就是打亮 我現在要上在臉上的是這個乾粉 它是一個暖暖的香檳色 我收到之後才發現說 它其實裡面也是有一點點的偏光 就是你在官網上面看不出來 可是我今天打在臉上啊 我就覺得它真的是有一抹 就是一個玫瑰金的偏光 然後我覺得超級無敵好看的 今天在上的時候我也覺得很漂亮 它不會說太高調 我覺得算是蠻多人可以去駕馭的一個顏色 喔我一直都忘記說這是什麼顏色 這個顏色叫做Touché 強烈建議大家戴 然後如果記得沒有出的話 它有出就是沒有外殼的版本 就是直接只有Pen 然後會比較便宜 可是我覺得收到外包裝我很滿意 我覺得這個包裝真的太可愛了 所以你如果喜歡可愛的包裝的話 這個我覺得一定要戴 再來呢眼影的話這一盤是美根買的 還應該不介意我打開來給你們看吧 叫做Double Entendre 我不知道這樣發音對不對 然後呢它長這個樣子 一個很可愛的 有點帶銅色的玫瑰金的外包裝 然後全部都是金屬質地的 這一盤呢我覺得是大部分女生都會很喜歡的顏色 你可以看到說它是很暖和的大地色 就是有一些像這種比較偏紅棕啊 比較偏可愛的蜜桃橘啊 然後當然還有很實用的咖啡色 但是也有 我覺得這個顏色蠻特別的 它是帶金粉的咖啡色 如果你不敢駕馭像是YES PLEASE這一盤的話 我覺得Double Entendre 我覺得是很多女生可以考慮的一盤眼影盤 再來呢我跟MING我們兩個 各買了一樣的遮瑕膏 然後你們可能覺得說 幹嘛要買一樣的遮瑕膏 你們兩個人不是住一起嗎 你們不是各買一個顏色 然後大家一起就是共用就好了 我跟你講 那時候呢我把兩個不同顏色的遮瑕膏 放在我的購物欄裡面喔 然後我一按結帳 Guess what 其中一個顏色已經完全賣光了 所以我跟MING兩個人只好買 就是同一個顏色 然後這個遮瑕膏呢 就是No Filter Concealer 然後它是Medium 30號 喔 欸 它的包裝是可愛的耶 我其實對它沒有抱太大的期望 它的這個白色的殼是做霧面的 然後這邊是做就是跟它那種liquid lips的瓶聲很像 然後呢 我覺得顏色好像是合的耶 很多時候你在網路上買遮瑕膏啊 你真的無法就是挑色 真的太能挑了 我覺得好像算是合的 它可能沒有辦法就是到打亮 它可以拿來就是遮痘痘啊或者什麼 其實是蠻適合的 我覺得算是繼就是那個Tarte的shave tape之後 算是網路上最紅的一支遮瑕膏吧 好多好多就是youtuber啊 部落客都把它譽為就是他們的2017年度最愛 所以那時候呢就是被所有的youtuber們騷到 然後我跟MING我們兩個就各買了一直一樣的 我知道說很多人覺得它過乾 然後我會再來幫大家試試看 然後如果喜歡的話 我會再另外跟你們分享 再來呢是刷子 然後呢我跟你講 這個又是碰到缺貨的狀態 所以我跟MING我們兩個人又只好買一樣的刷子 這個是他們家的眼影刷 是軟的 噢尬這好舒服喔 我跟你講我完全不抱任何期望的 因為這個真的很便宜 我想說就是買買看 我買的是這個 這個是他們家的小型的暈染刷 色號 色號哈哈 型號是19 然後呢它是一個白色的刷子 我覺得質感算是蠻好的耶 另外呢我買了一個我從來沒有的形狀 它是一個扁刷 然後它是平口的 通常我喜歡用就是斜切的拿來畫 就是眉毛啊什麼的 可是我沒有擁有一個就是扁平的 那這個扁平的話我就是 常常看什麼 Jaclyn Hill它會拿來就是上就是下眼影的 就暈下眼影 它就是可以畫比較濃烈一點的下眼影 所以這一次呢我跟MING我們兩個人都買了一樣的瓶刷 而且 again 它的質感是好的耶 可是其實刷具還不錯耶 大家可以口譽就是帶他們家的刷具 我覺得質感是好的 剛剛那樣隨便一買 我們就湊了50塊錢美金 然後這一次我買的是湊50塊錢 它就送一整個眼影盤 一整個眼影盤喔 而且是大盤的 所以他們這一次送的是這一盤 這盤叫做GOLDEN STATE OF MINE 然後呢它的外包裝超級無敵漂亮的 它是那種霧面的質地 然後是粉紅色跟黃色的漸層 然後上面是那種銅色的燙巾 然後還有把它的色套就是通通印在後面 這一盤呢我那時候是完全沒有興趣的 因為它全部都是亮粉珠光色 但是呢那時候MING還有買這一盤 它買完之後呢這一盤就變成贈品了 所以你知道它現在非常非常的歐 這一盤它那時候就是在試色的時候 整個被燒到耶 這盤真的超級無敵漂亮的 我給打開給你們看 所以它連裡面啊都有做銅色的燙巾 它的質感非常非常的好 這一盤呢你無法拿來單獨使用 你一定要搭配就是可能霧面的眼窩色啊 或是眼影色 最後呢你就可以從這盤裡面挑一個就是亮粉色 疊在你的眼影上 或是知道像我眼睛這種黑樓的感覺 其實它這一盤的顆粒感 我看起來是還蠻大的 現在眼睛這個最亮促的地方 我就是用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非常漂亮 很像那種分打氣水的顏色 我超級無敵喜歡的 我現在就來 swatch這個顏色給你們看 然後隨便來一個這個好了 這個是一個紅色偏光的 就是一個土紅色偏光 再來呢我們來試一個這個好了 這個是冰冰冷冷的就是銀色 好我們先來試試看冰冰冷冷的顏色 Oh my god 所以它也真的很像就是雪地的那種冰冰冷冷的感覺 但是它的顆粒感的確是非常非常的明顯 甚至是會讓你覺得說它有一種像霜一樣一片一片的感覺 再來呢是剛剛的紅棕色 它其實是帶金色偏光的紅棕色欸 很可愛的顏色 這個顏色我覺得我人家很常用到 再來是我今天用的就是橘子分打的顏色 喔好可愛喔 這個顏色真的太美了 真的受不了欸 這盤我真的覺得它當贈品真的太可惜了 可是我也可以理解說為什麼這一盤可能或許 就是囤貨囤的比較多 是因為它真的全部都是這兩粉色 很少人會需要一整盤的亮粉色 如果你跟我們一樣是非常非常喜歡化妝阿 然後很享受就是有不同的質地的畫 這一盤算是蠻值得入手的一盤眼影 因為你不管是畫任何霧面的眼影阿 你只要從這邊隨便挑一個顏色疊在上面 它就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眼妝了 以上呢就是這一次我Colourpop買的東西 然後你們都知道我Colourpop的CD值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你想要購入就是便宜的彩妝的話 真的可以從Colourpop開始下手 然後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們有任何想要推坑給我的東西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然後會筆記起來之後 你知道如果我就是短期之內 我有再下Colourpop單的話 我會再綜合大家的意見多買一點東西 照慣例 我的Instagram在這邊 Suit with Danny 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同時我Facebook記得兩個平台都要follow 會定期的更新 每個禮拜三天每個禮拜天 8點到我的頻道Suit with Danny 會PO一支新的影片 所以記得按下面這個紅色訂閱鍵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是按我旁邊這顆泡泡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把我上一支影片放在這邊 以及推薦給你的影片放在這下面 所以看完這支影片之後呢 你還有這兩支可以看喔 好啦那我們就下一次見啦 Bye